來我們看看這題喔 他說有等腰T型ABC珠 他對角線線段AC和線段B珠這樣行不行 這兩條對角線劃過去之後可不可以 他說這個夾角四起路120度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而且面積四起9根號3球 他們對角線長度怎麼算 其實我們這邊有一個三小型面積公式的推管 推管成四邊形面積 對一個四邊形來講 不管它是不是T型 不管只要是一個四邊形好不好 ABC珠 他對角線劃過去 夾角如果說是C打好了 好不好 它面積會等二分級乘3 ABC乘3 B珠 乘3 3 C打 它類似我們的造型 兩邊一夾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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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這四塊合併成 這塊ABC的面積 就變成這個公式了 好不好 它由來是兩邊一夾角 兩邊一夾角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二分之一 ABC乘3 B珠 乘3 再去打 所以說延伸到這邊也是一樣 它現在是等腰T型 對不對 所以說告訴我 這對角線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二分之一的ABC乘3B珠 乘3 120度 算算面積是9 跟號3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剛才講過 這ABC這B珠 因為是等腰T型 對吧 所以說它們長度有沒有一樣 有 我去假設 它們長度都是幾 AKS 這樣行不行 所以二分之一乘 AK乘AKS 再120度是幾 二分之跟號3 乘起來 四分之跟號3 AKS平方 算出來就是9 跟號3 所以S平方算出來就是幾 36 所以AK就是正負6 負的行嗎 不行 所以答案 對吧 答案就是7 所以對角線長度就是幾 6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如果是 馬上3 6 9